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出席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增强 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加快成长壮大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直以来 我们都始终致力于 做企业发展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 好伙伴 相信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信任 双向奔赴 一定能汇聚成携手同行 发展共赢的强大合力 李强指出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中国将以务实有效的行动 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持续推动绿色转型 标本兼制稳妥做好 各类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 更加有力有效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李强表示 今天的中国经济 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我们愿同世界分享 中国持续发展的大机遇 与各方携手创造 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吴正龙参加开幕式 本次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尔基耶娃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 企业家 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 约400人参加开幕式 第二次